好,那我们其中好的最后一题 请你自己设计简易的CPU 我们基本上前面有请你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你CPU的暂存器是几位元的 那有哪些暂存器 那指令级请你描述出来 那有很多同学描述了指令级 但是没有给指令格式 那没有给指令格式就不太够 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到底指令长什么样 所以应该是给指令级再包含指令格式 比较好 那再来用这些组合语言 写一个可以计算1加到n的程式 然后为这些组合语言编上位置 那就看你的指令长度多长 然后再编上机器码 然后再用Vlog设计出这个CPU 这个这个是题目没有的 这是我后来再加的 那这个最后用Vlog来 iColors来测试 好那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很完整的就是我们应该这学期至少要学会的主题 就是CPU怎么设计 好那我们的暂存器 原则上我自己设计现在这一颗我尽量把它变得很简单很简单 所以呢我们暂存器就只有四个 一个是指令暂存器 一个是程式技术器 PC 再来的话呢是状态暂存器 我这暂且错了 状态暂存器 我们设计了6个指令 其中LOD的OP是0 ADD的OP是1 那这OP都是4个bit 再4个bit是16进位的 然后呢它的格式格式LODC 这C是一个常数 然后呢它的格式格式LODC 好那它的意义呢就是A等于C加上括号的话代表记忆体 记忆体内容就是用C这个常数当位置去取记忆体的内容 好那所以呢有这6个指令LDADD JMPST 这是上次我们就有的4个指令 那为了要做到加到10就停止 然后可以不要让它一直再加上去 所以我们要跳出来 那跳出来我们就用CMP去比较 比较之后用JEQ 如果相等的话就跳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不会一直累加上去 加到N或者加到10就停止 好那这边呢 那我们就写了一个程式 不过这跟提议好像不太符合 我可能要再改一下 因为我们讲说要放在N里面 那我直接写CASE 其实CASE应该改成N才对 好就放 把N放在这里里面放10 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好那所以是CMPN才对 好那用I来算数 那最后加值放在上里面 这个是都OK的 好所以这个CASE改成N 这样跟提议比较符合 好那我们就要编码 那以这一颗而言的话 因为我们是用16个bit 16个bit 那OP呢占4个bit OK 然后NAME就是OP占4个bit 后面的C呢 占12个bit 所以呢这边4个bit 和12个bit加起来16个bit 所以每一个 每一个应该要跳2 因为16个bit 2个byte 所以每一个要跳2 然后所以这边 0,0,0,2,0,4,0,6,0,8 再来0A,0C,01,10 每一个都跳2 好接下来呢 这边呢 我们编码 那就看LD是0 所以0 OK 接下来I 我们这一颗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用的是绝对定值法 绝对定值法的话 那这个I 它是16 所以就是0,016 OK 那K10呢 是1A 所以就是0,1A OK 好 那CMP是4 CMP是4 这一Q 这一Q是5 所以就5012 ESIT是12 好 ADD K1 K1 K1是18 所以就变成ADD是1 所以1018 好 ST呢 ST是3 所以就3016 OK 然后LD LD是0 所以就是0014 因为上是014 因为上是014 好 那ADD I I 是16 所以就是1016 上又是014 那ST是3 所以是3014 JMP LOOP LOOP 是0 所以是 JMP是2 所以是2000 好 那这边最后 你会看到 我们什么时候会跳出来呢 就是当它数到 这个 K10 里面的这个N 就是这个10的时候 就算到10的时候 它就跳出来 跳出来 跳出来 跳出来之后要干嘛 跳出来之后 我们这边其实没有指令可以做 做那种 就是比如说让电脑 暂停之类的动作 那我们所利用的一个方式是 我让它进入无穷回圈 这里 JMP ESIT ESIT 又在这里 所以它就一直跳回来 一直跳回来 在这个指令上面做无穷回圈 那这是一个很常见的 也不算太常见了 就是在迁入字系统 其实是很常见的技巧 但是 在一般的C语言 你大概不太会写这种 去让它当机的程式 那 可是迁入式系统很常见 好 OK 那这样子就把整个程式都编好了 编好之后呢 为了要符合Vlog里面的Hex档的输入格式 所以我们把机器码搬到前面来 那除了机器码以外的东西通通都变成注解 OK 好 那就变成这样一个格式 好 OK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做完 这里多了一个词做两个字 好 就这样做完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整个程式写出来 这个程式要怎么写呢 以这个例子而言其实很简单 我们总共有几个暂存器 一个是指令暂存器 IR 另外一个是状态暂存器SW 还有一个是程式计数器PC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累积器A 那请注意哦 IRSW和PC我们都是宣告成 REG15-0 15-0就是16位元的 但是我们没有加上SIGN的 SIGN的是有号数的意思 那只有累积器需要有号数 程式计数器从零开始算就可以了 不需要有负的 那状态暂存器也不需要有负的 指令暂存器也不需要有负的 所以通通都不用SIGN 只有累积器需要有正号布号 因为它是加减乘除的结果 所以这里需要有SIGN 另外这个编码 这边就已经把每一个指令的编码编好 那总共有4个bit 然后向LD就是0 4个bit的16进位0 4个bit16进位1 4个bit16进位2 一直到5 所以我们宣告这里 这个注解写错了 这个注解应该只有一个累积器 没有什么R0到15的 OK 那这边N就是它的记忆体 那记忆体我们直接用快取的方式内建在里面 那接下来初始化的动作 我把PC设成0 而且把状态暂存器也设成0 其实状态算成器是不一定要设成0 但是我们跑的时候如果不设成0 它会有XX 会有XX觉得很奇怪 我干脆把它设成0 好 接下来把CPU16AM.HAX读进来 就是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就是我们的输入 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 就会读进前面这一段的机器 后面这个是注解不会读 所以读进来之后 我们把它印一下看看对不对 所以就会印出来这些 OK 这里我写%8X 其实不太对 应该写%16X才对 或者是直接写%X 因为其实Vlog根本就不管你写几 它会自动根据你这后面的长度来决定要印多长 好 你可以看到我们读进来之后 它的印出来是这样 这是位置 这是位置 那这个是机器 对不对 所以机器看起来都对 好 接下来就开始真正的程式了 这个程式呢 我们看到每一个clock 我都执行一个指令 一个clock 执行一个指令 那第一个指令 第一个这个ir等于mpcpc加1 这是指令截取阶段 指令截取阶段 把那个两个byte的指令 直接放到指令战胜器里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pc稍微储存一下 那这个储存的用途是为了让我后面可以印出来 所以照理讲 这一个如果你真正设计成cpu的时候 这个指令可以不要 因为你不需要display 你不需要display 所以其实是可以不要的 但是为了追踪方便我们还是设 好 接下来把程式计数器加2 加2就前进到下一个指令 然后我们看看op 请注意我这边的op呢 是用聚集定义的 我定义op就是指令战存器的15到12 15到12总共4个bit 好 那我定义c常数呢 是11到0 这是指令战存器的11到0 这个常数栏位 那我甚至定义n 这个负旗标是sw15 0旗标是sw14 那我另外定义一个m m就是那个把 把那个记忆体里面c c就是这边的常数栏位 所指定的那个记忆体 取两个byte出来 取两个byte出来 好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 就case op 如果是载入的话呢 就让a等于m 这个m是聚集 因为前面有一个这个符号是聚集 a等于记忆体的内容 好 那储存呢 就让m等于a a就是那个战存器 m就是那个塞到记忆体里面的 注意看一下m m是定义成这个样子 就是记忆体的存取的内容 好 ok 那接下来呢 cmp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他设定两个旗标 一个是负旗标 一个是零旗标 ok 那接下来 add呢 也是很简单 就让累积器加上记忆体的内容 那jmp呢 就直接让程式技术器跳到指定的位置 jq呢 就让 就判断一下是不是零旗标成立 如果是的话呢 就让他跳到指定的位置 最后呢 就是印出来 好 所以我们这个程式真的很短 短到不行 那 接下来 主程式测试的地方 就只有这样 main main 然后有一个clock smile 那根据这个smile 每一个smile 我们就会 就会跑一个指令 好 一开始smile clock 射成0 那每经过10nm就反向 好 到2000nm就结束 那我们测试的结果像这个样子 好 一开始编译一下 然后呢 用vvp执行 执行的时候 因为有readmvmh 所以他会把记忆体的内容dump出来 dump出来 你会看到ok 看起来都对 然后呢 我们最后几个bit没有用到 因为我们宣告的比较大一点点 但是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只有四个byte没有用到 然后呢 接下来就开始执行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执行的结果 累积器呢 你可以看到 有时候它是载入i的 有时候是载入上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3 6 这个6的这个状况就是上的 这个3的状况就是i的 所以10 这个是总和的 那前面这个呢 是i的 ok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结果 ok 大概像这样 最后你可以看到 算出来 1加到10 是55 这是55 那55加完之后呢 它就 它就跳了 它就跳到exit去做无穷回圈了 所以这边其实都是无穷回圈的结果 这边其实都是无穷回圈的结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 a一直处在10的状态 都没有改变 因为它一直在做跳跃 无穷回圈的结果就是这个 这里 esit又跳到esit 所以就无穷回圈 所以最后它就 进入那个无穷回圈 那 累积器呢 这里 它是10 是55 然后之后就进入无穷回圈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测试 看起来是正确的 那这个程式的执行 我建议各位待会执行一下 首先呢 你要把cpu0.16m.hx 这个抠下来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verilog这个里面 好 我另外开一个 好 我另外开一个新的 就叫cpu0 cpu16m 好 16m代表16位元 好 微小版 好 那先增一个 好 这个是用来放输入的 输入的机器 好 这里有没有 有nopay加加加 有nopay加加 有nopay加加 好 我把它存一下 好 OK 这是cpu16m的机器码档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vlog档也抠下来 超过了 好 到这里 好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程式码完整的只有51行 那组程式的模组就41行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短 跟我们之前的比起来还要更短一些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开启DOS 好 开启这个命令提示支援DOS 好 然后呢 我们就 先切到 1槽 好 那我们用IvanLog 编译一下 OK 没有错 然后就执行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是实行结果 那跟刚刚我们看到的输出是一样 那最后计算出来的1加到10 55在这里 当然你也可以改一下那个n的内容 稍微 我直接改掉好了 因为这里不太对 这里不太对 所以 我说不太对是命名 它的这一个变数命名不太对 这个应该是n 这个应该是n 以我们刚刚题目的例子 那这边你算加到10 其实是 OK 你如果加到 比如说 比如说 20好了 那你看它会变多少 那如果20的话 这边就不再是0A了 0A 0A 20的话应该是14 应该是14 好 应该是14 那再执行一次 加到20 是不是没有弄到 看一下1414 他还算到55而已 我看一下为什么 好 因为那个 抱歉 因为 因为如果加到20的话 这样子不够 不够 时间不够 不是那个 不够 时间不够 所以我们的2000要改 改5000 好 这样时间不够 它会 没办法跑完 所以我们看到还是那样 OK 这样跑完了 加到20是210 不知道对不对 OK 那所以 如果 加到10的话 加到10的话 那这边就0A OK 好 那这边应该是CMPN 但这个是注解 所以没有影响 好 好 这样子是加到10的结果 那就不用到5000了 到5000就太长 到2000就可以 好 这样就OK 好 所以我们的程式 大概是这样子 那 我把这个压缩起来 传到社团上给各位好了 这样各位就不用再剪贴一次 好 那请你执行看看 如果你这个程式 看得懂 而且 就是你也会写Vlog的话 那你的期末作业应该 就不会太困难 好 那我们把这个上传上去社团 好 我上传到社团上面 好 直接用压缩档的方式 好 那这个 好 是一个非常非常简易的 这个 微处理器 好 那各位下载一下 去执行看看 应该 只要你这个看得懂 你期末作业 就只是要自己花力气 再去设计的问题 好 那所以这个 请你务必要看懂它 你期末作业一定要交 可以写的简单 但是 不能不交 只要是不交的话 就是零分 但你写的简单 应该至少有六十分 只要你是正确的 OK 那你可以非常非常简单 跟这个差不多 也OK 那你至少有 的话 那至少会有六十分 OK 所以请你一定要 会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今天大概 剩下的时间 就给各位 操作试试看